傳出說傅昆祺要假投票 韓國瑜說不要假投票 假投票就翻臉 那下來喬了嘛 問題是現在誰有這個份量 可以喬得動韓國瑜跟傅昆祺這兩邊 誰如果能夠喬得動讓國民黨過了這關 未來他在國民黨立法院的話語權當然就大 那現在我覺得朱立倫這個角色 大家可以持續觀察他 因為選完之後他沒有下台 他就是表態要做到任期界 忍辱負重 做到任期結束 可是如果說立法院 就你啦 誰在侮辱他 你蕭敬言高了我們主席這麼辛苦 那如果說2月1號的時候 竟然立法院出現於死往破 那對於朱立倫來講 顏面是相當無光 因為雖然立法院變成最大黨 但畢竟沒有單獨過半 總統又選輸 然後立法院沒有單獨過半的狀況之下 如果傅昆祺鬧這一出鬧太大的話 未來朱立倫大概沒有什麼領導的微信 難道你說賴四寶 他聲音都快沒了 然後他在那邊喬韓國瑜跟傅昆祺 你不要對我男生攻擊 不是 輔出台面人選 都不是賴四寶 他有辦法去請他們兩位坐下來 那再來 曾明忠現在已經沒有啦 對不對 GG了 我跟各位報告 有人說林德福 也不 林德福跟賴四寶 基本上一樣四個字德高望重 但是對於韓國瑜跟傅昆祺 這兩位都沒有什麼樣的影響力 他要用八席去拚人家一百席 怎麼拚 很簡單 每一個法案 立刻開記者會 然後我說我對法案提出四大訴求 藍綠 你們要不要來回應我這四大訴求 對不對 藍綠你們拿你們的版本出來 然後遇到預算對不對 不要說總預算 他絕對不會把總預算包裹 他一定會切 國建國照 我會提出我四大訴求 藍綠你們要不要跟我四大訴求 我頭好痛喔 然後我在怎麼樣 拿你的重大建設 基礎建設 提出我四大訴求 藍綠你們要不要跟我四大訴求 所以他的記者會 我看可能不只週週開 天天開都有可能 大家未來 絕對不能夠小看黃國昌 他會是立法院裡面 翻江倒海的一號人物 這個時候就要看了 藍綠你到底怎麼樣打算 去應對一個與科文哲合體的黃國昌 因為傅君奇這個看起來怒氣值是很高 然後韓國瑜原本今天想要秀肌肉 結果發現是瘦皮 五十四席只來十五票 只來十五票 那狀況是這樣子 那如果兩個鬧翻 未來就有可能這個 蓋票的時候就怪事很多 你在議員選議長的時候也是怪事很多嘛 所以你怎麼看未來 民進黨三套劇本都準備好了耶 這個現在議員選議長 我們的選票上 都有我們自己的名字 所以現在的怪事降到很少 不過當選票沒有名字的時候 當然怪事就會出現嘛 但是我覺得傅君奇畢竟 他是一個老戀的政治人物啦 就是說你要他走到冰斗 完全就是魚絲網破這一步 不太可能 我覺得前面應該是充滿了 這個所謂的利益交換的空間 也就是說他現在傳出說 傅君奇要假投票 韓國瑜說不要假投票 假投票就翻臉 那再下來喬了嘛 問題是現在誰有這個分量 可以喬得動韓國瑜跟傅君奇 這兩邊 這就是關鍵 誰如果能夠喬得動 讓國民黨過了這一關 未來他在國民黨立法院的話語權 當然就大嘛 那現在我覺得朱立倫這個角色 大家可以持續觀察他 因為選完之後他沒有下台嘛 他就是表態要做到任期戒 他要忍辱負重 做到任期戒數 可是如果說立法院 就你啦 誰在侮辱他 你肖進言高了 我們主席這麼辛苦 那如果說2月1號的時候 竟然立法院出現魚絲網破 那對於朱立倫來講 顏面是相當無光啊 因為雖然立法院變成最大黨 但畢竟沒有單獨過半 對 總統又選輸 然後立法院沒有單獨過半的狀況之下 如果呢 傅君奇鬧這一出鬧太大的話 未來朱立倫大概沒有什麼領導的威信 對 所以我認為朱立倫在這一局裡面 他當然也會拼盡全力 想要把它弄圓滿啦 對 因為他不可能放任立法院黨團這樣弄嘛 尤其是大家去看國民黨立倫黨團現在的名單裡面 誰有分量 難道你說賴四寶 他聲音都快沒了 他在那邊喬韓國瑜跟傅君奇 你不要對我人身攻擊 不是 輔出檯面人選 都不是賴四寶 他有辦法去請他們兩位坐下來 那再來 曾明中現在已經沒有啦 沒有GG了 我跟各位報告 有人說林德福 也不 林德福跟賴四寶 基本上一樣四個字得高望重 得高望重 但是對於韓國瑜跟傅君奇 這兩位都沒有什麼樣影響力 這些人都實權派 要人有人要兵有兵的 對 所以現在最尷尬的一點就是說 朱立倫他必須扛下這一局 因為照理來講 照理來講韓國瑜他要做立院龍頭的人 應該是他扛嘛 就是說他在選副手的時候 就把各方全部擺平 展現我院長調和鼎賴的能力 但是誰也想不到 他直接跟江啟臣約好配對 而且一定要出雙入隊 一定要同進隊 這個是朱立倫現在頭大了 原來他選定的立院領袖不是個領袖 他選定的韓國瑜 原來是個為自己的院長大位 一開始馬上立刻布局 而且要把副院長都站下來 然後朱立倫不知情 所以現在這個國民黨這邊 我覺得出現了算是民進黨的機會之窗 對 對於民進黨而言 其實你擺在眼前的 要嘛綠白河 不然你要去藍營裡面挖幾票過來 沒錯 可是挖幾票也不容易鬆動 我跟大家跟觀眾朋友報告 因為第一階段投票是一定要過半 那如果第一階段沒有過半的話 就是進入到第二階段 到第二階段就是相對多數決 就不用過半 所以第一階段要過半 民進黨挖六票 大概挖不了 那國民黨也沒過半啊 對不對 那進入到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就簡單囉 你54我51喔 票多得贏 差三票而已喔 我兩個人手抖就結束掉喔 有些人雖然沒有臺灣價值 他們很認得臺灣價格 對啊 我傅文景是不怕你國民黨開除 傅文景被國民黨開除過好幾次的喔 陳昭平早就沒有五黨籍囉 陳昭平還說傅文景打來拜託喔 所以你要看喔 柯建民他雖然這個外界對他各種評價 但是他在立法院裡面 他的人脈 他的人員 還有未來呢 在法案上面 在預算上面 其實還是有相當程度影響力 對 那現在比較尷尬就是說 好像怎麼藍綠都沒有要理民眾黨那八票 已經變氣陰了 就是說你知道現在民眾黨本來以為說 他們太討厭了 我把那個價碼喊上去之後 就看你們誰要跟對不對 還要玩說哈 還出考驗叫我們寫 但是現在你看到藍綠都各有盤算 對不對 民進黨其實不用擠啦 雖然二月一號要投票很快 可是你可以去觀察國民黨內亂 以及民眾黨的動向 其實你到了最後兩三天的時候 再去做幾個可能的遊說 像正浩剛講的 對 三票 三票 去做這三票的遊說 搞不好這個機會之窗 是這樣子出現的 因為你跟黃國昌也熟嘛 對不對 我跟大家報告 黃國昌到底在想什麼 他跟黃偉涵受訪的時候 黃國昌說 我要質詢 我要提法案 我有很多很多的事想做 請問我當副院長幹嘛 我去坐在那邊主持意思要幹嘛 我要質詢 我要提法案 我有很多很多事情想做 其實就是要刷曝光 刷曝光要幹嘛呢 他說你有簽承諾書嗎 離開立院 當然有 兩年之後我一定離開立院 離開立院要幹嘛呢 他雖然沒有名講 其實就是這樣 黃三三台北市 黃國昌新北市 2026來選舉嘛 所以未來兩年至少 整個黃國昌在立法院 全部都他是舞台耶 黃國昌的舞台 他當然比較適合 可以大明大放的舞台 所以我想副院長這個位置 應該引不起他的興趣 因為副院長其實他需要 沉穩內斂嘛 除了接見外賓之外 主持議事 那你當然 因為國會議長議事中立 這樣的戰場是 絕不適合黃國昌的 因為未來黃國昌的戰場 一定是怎樣 我跟各位報告 黃國昌只要對他不利的 他就說我沒有立場 但是他要對他 他要對他有利的啊 他要對他有利的啊 對不對 未來民眾黨 今天我看到咒鬱秀 已經講了嘛 民眾黨黨團 就是黃國昌當總召 帶著民眾黨 在那邊這個 執行各種法案的策略 好 他的策略一定是這樣嘛 他要用八席去拚人家一百席 對 怎麼拚 很簡單 每一個法案 立刻開記者會 然後我說我對法案提出四大訴求 藍綠 你們要不要來回應我這四大訴求 對不對 藍綠你們拿你們的版本出來喔 然後遇到預算對不對 不要說總預算 他絕對不會把總預算包裹 他一定會切 國建國之後 我會提出我四大訴求 藍綠你們要不要跟我四大訴求 我頭好痛喔 然後我這什麼樣哪裡的重大建設 基礎建設 我貼出我四大訴求 藍綠你們要不要跟我四大訴求 所以他的記者會喔 我看可能不只週週開啊 天天開都有可能 未來兩年你會看到黃國昌 每天都拋出新議題 他的直播 每天都咆哮 每天都罵人 每天都很太離譜 他的舞台非常多 不要小看他喔 每天委員會有八個 他可以去八個委員會都各自尋一次 八次質詢對不對 再加上黨團開記者會 再加上他自己的直播 很熱鬧欸 再加上這種各種的街頭上面 所以我跟你講 大家未來絕對不能夠小看黃國昌 他會是立法院裡面 翻江倒海的一號人物 這個時候就要看了 藍綠 你到底怎麼樣打算 去應對一個與科文哲合體的黃國昌 這次他比上一次力量更大 因為上次他是時代力量 他一個人帶著時代力量當中 的其他的幾個委員 那當然其他幾個委員意見不合 後來好像勝他孤軍奮戰 但是這次他有科文哲 有黃珊珊 這幾個政治明星 在年輕人當中捲動起來的力量 我覺得不可小覷 所以未來民進黨要注意一件事情 民進黨決定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立院黨團 能不能夠在網路上面 頻繁的密集的去跟青年世代溝通 而且每個議題都要對標 每個議題都要有看法 黃國昌打什麼 我們就要回什麼 我們就要對標 因為你看黃國昌 他現在網路的策略 有分析給大家看 他自己原生的 就是每週至少一次直播之後 他還會再弄一次精華 然後他自己還有各種短影音 各種的 所以黃國昌的支持者 有很多東西可以去傳 對 有些人說你怎麼那麼喜歡連連看 你這個連連看算什麼 可是他的支持者就會有這些精華去傳這些連連看 那民進黨的立院黨團 未來你必須要有那種有辦法 每出一個議題的時候 人家出一個短影音 你也出一個短影音 人家出一個直播 你也可以來直播一次 讓民進黨的支持者有東西可以去傳 有東西可以去講 有東西可以看 這樣你才有辦法跟黃國昌 柯文哲等人在網路世代上面抗衡 不然的話 如果你這方面都不做 你只開記者會 只發新聞稿 你只會停留在傳統媒體跟傳統爭論節目裡面 沒辦法出圈到年輕人圈裡面 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這時候你只能祈禱 你只能期待如果黃國昌跟柯文哲不合 看會不會發生民進民眾黨內的權力的競逐 但假設他們為了2026縣市長這一局 能夠持續柯昌和 緊密的和 那你在網路上面又落後的時候 我覺得未來對於賴清德的執政 其實是非常艱困的 千萬要小心 千萬要注意